陳凱琳局長普通就是貪污的冷飯慣犯 陳凱琳說是上期指示的 3月6號就搜索約談 要到今年的2月29號 才約談黃偉哲市場 可以延宕一年才來約談 司法要如何讓人幸福 這是皇后的爭操耶 進電視的事情 陳曉翔也是貪污被告 到底你們是辦還是不辦 陳曉翔都要下台了 你辦到哪裡去 有像辦告報這麼快嗎 昨天台南又出現天坑了 昨天出現一個天坑 這個 台南中西區的五菲街出現一個天坑 那這個建設公司叫黃龍建設 也是賴清德總統當選 跟黃偉哲市長競選總部的提供者 在昨天發生這個天坑 是不是比照一下新竹縣 這個貴步約談 這個楊文科縣長還要交保 重金交保 是不是啊 法務部啊要印起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天坑 辦的方法有沒有不一樣 可以嗎 跟我說明因為每一個案件它的事實內容如何是不一樣 那就趕快啟動嘛 對不要跟我講個案不同 如果有涉及到刑事責任的話 當然講法官他們會依法處理 好那你既然講刑事責任 好那一樣的事情 那我再請教一下 台南市 金發局陳凱玲 局長 前局長 是貪污的累犯 慣犯 為什麼 法務部 在2022年啊 這個大選前 九合一大選前啊 這個台南88槍啊 開完以後啊 還有這個當街 88槍開完又10槍 10槍開完再一個爆頭 爆頭啊 這個當街槍擊身亡 這麼全國矚目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個陳凱玲局長本身就是貪污的累犯慣犯 竟然 在去年3月6號 在搜索完樂壇員工 員工已經講得很清楚 科員講得很清楚 陳凱玲說是上級指示的 在資料不齊備的情況之下 還要為這個光電業者來辦 為什麼3月6號就搜索樂壇 要到今年的2月29號 才約談黃偉哲市長 這很奇怪的事情 這在藍營的縣市啊 科員講完 隔天就要 隔天就搜索 搜索樂壇啊 為什麼 可以 躲過這麼長的總統大選期間 隔了將近一年啊 才約談部長是不是能告訴我一下 因為每一個案件啊 他的案情不要 不要再講每一個案件 我沒辦法 這科員就已經講很清楚了嘛 案件也不是我在處理的嘛 這 這 當然也不是你在處理 也不是我在處理嘛 是 但司法要讓人家信服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三水民調做出來 檢察官85%的人不相信檢察官 那資料 我發給你可以 了解一下好不好 這是 創新高啊 85%的人不相信 沒有啦 三水民調做的 沒有啦 不是三水民調做你可以Google一下 好自己看完 然後下一次 我再請教部長 好不好 就是說 為什麼 一個科員已經公開講 陳凱琳局長告訴他是上級指示 一個局長的上級是誰 秘書長 副市長 市長 是誰 一個科員 他講的話 再加上他上面 明明這個東西 就是資料不全不能辦的 為什麼可以承辦 又是光電案 這麼敏感的事情 然後經過將近一年 才約談他的市長 局長說上級指示 那上級在哪裡 這在藍營的縣市 我看啦 可能隔天就 隔天就約談 不認的話就押人取共了 所以啊 我覺得部長 司法要如何讓人信服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是皇后的徵操耶 現在還有人記得這句話嗎 皇后的徵操是怎麼樣 是值多少錢 是值多少代價 就可以交易的嗎 還是值多少官位就可以交易的嗎 你們應該秉公辦到底嘛 對不對 為什麼高宏安的事情 是選前如火如荼 在新竹市 為什麼台南市 發生這麼嚴重的全國主幕的事情 科院也公開的講 局長告訴他上級指示 然後可以延宕一年才來約談 好 我覺得部長 我們要將心比心 司法是我們社會正義防線的最後一道底線 如果司法都不能正義 要談什麼國家正義 司法沒有正義 和有社會的互信 好 山水民調 也是比較親綠的嘛 你可以看看嘛 你Google一下可以看一下 它公佈出來的 是台灣公民聯盟請他 去做的民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部長 您是在位最久的法務部長 好 這個部分 當然我也是 預祝你能夠 連任是最好 但是 這個部分 至少要讓大家了解 85%什麼時候可以降下來 好 台灣人民認為政治辦案 對檢察官有巨大影響 85%的人認為是這樣 好 所以部長對這個東西 要怎麼樣把它降下來 請你的腰桿要挺直 好 千萬不要有顏色辦案 好 另外 本系再請教一下 下次你可以 今天你能回答就回答 不然就下一次回答 對言論免責的部分 固然有大法官509號解釋令 好 但是現在啊 不管是網軍側翼啊 特定顏色的媒體 還有一般民眾 我們可以都區分得出來 他就是網軍 不能永遠法務部就講 啊 他IP設在國外 然後就沒有辦法 現在網軍你集體都在國外 天天在帶風箱 在洗腦 在做人身攻擊 法務部的辦法到底是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永遠兩手一攤 IP在國外 我沒有辦法查 好 再過來 特定政治立場 側翼媒體 進電視的事情 本系在去年7月19號已經質詢過了 NCC有條件通過進電視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在去年 2月28號有條件通過他上架 大股東也是股東 六年之內不得移轉 陳建平已經出來講了這麼多次 本系在去年院會質詢 也請教過部長 裴偉的帳號 公然會選給這些股東 陳耀祥也是財務被告 你們還在用他治安 他到現在多久了 到底你們是辦還是不辦 一個媒體公器 一張執照價值連城 這是關係到所有全國的聽樂人 但你們辦到哪裡去了 陳耀祥都要下台了 你們辦到哪裡去了 有像辦告報案這麼快嗎 你們的理由是什麼 這關係到2300萬人 聽樂人的 資的權利 今天是可以用這種態度 他的大股東已經移轉了 早就移轉了 本系也告訴你 檢舉人已經具名告訴 就是在裴偉的帳號 把錢匯給 這些原始股東 查到現在查了多久了 這麼清楚去查一下 這是重大的公共議題 這不是一個個案 是重大的公共議題 本系去年請教到現在 部長 你辦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熱烈期待 你可以回答嗎 喔 委員的指教 我都很仔細的聆聽啦 我們能夠做的 我一定會盡力的 趕快把它完成 部長你就最大了 怎麼叫你能夠做 你當然可以做 對不對 社會矚目案件可以不用辦嗎 我還是有我的職權的限制啦 社會矚目案件 本來就是要立刻來處理 部長這個時候你不能謝責 你是法務界的大家長 全國矚目的案子 能夠不處理嗎 不能說查 光查一個資金流程 要查兩年三年五年嗎 所以部長這個事情 請儘快 把真相 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可以嗎 謝謝指教 好 去年也是跟我講謝謝指教 但是我才不曉得 我們要指教到什麼時候 好不好 請給大家一個真相 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好不好 謝謝部長